我們收到 你看這些魚 好那我們之前聽到台灣這個非常適合舉足的地方 一旁邊是溫度相當的溫暖 再來是這邊地氣非常的複雜 所以有那個魚 相當的多水中的燃料相當的足夠 所以台灣東北外海這邊魚類種類相當的多 有1500種左右 而你眼前這麼大洋子裡面就有33種不同的魚類 現在我發現有一尾大鴻魚 接著兩尾小鴻魚 在我們試驗人員身邊非常的熱情的要食物來吃 其實這種比較小型的鴻魚頭部 上次給M字記號好像有手刀輕輕披過的 它的名字叫做刹頭燕鴻 那剛剛那位咬了一條 就馬上游走的比較大型的鴻魚 它叫做刺土鴻 也不知道各位阿民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刹頭燕鴻跟刺土鴻不用的方式 相當的不一樣 現在下方的也有一尾雪花鴨嘴燕鴻游鍋 鴻魚游泳的方式相大之為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像是像是這種燦鴻燕鴻 像是一隻燕子小鳥在飛一般的 這種呢我們就稱之為燕鴻 那像是剛剛那尾比較大尾的游泳的方式呢 像是裙擺腰腰一樣 那我們就稱之為土鴻 大致上呢可以分為這兩種不同的種類 好現在我們要看一下 英文學會要跟我們聞了一下 又趕快游走看 今天心情不太好 不太想吃飯喔 好不知道各位阿民有沒有發現呢 我們當然前面的有了機會